大家好,我是娜娜,我现在是在山东蓬莱 蓬莱是山东烟台的一个区 以前是烟台下边的一个县级市 县蓬莱区 眼前这个雕像呢,这几个雕塑啊 是八仙过海的雕塑 好多人来到这儿都会在这儿拍照留念啊 那边就是大海了 远处还可以看得到黑山岛 八仙,传说八仙过海就是从这儿过的海啊 传说这八仙就是从这儿过的海 去看看它这个海边 蓬莱这边海边海鸥特别的多 真的是蓬莱仙境的感觉啊 你看今天游客还是挺多的啊 蓬莱这边是黄海和渤海的交界处 如果往那边走一点的话 还是可以看得到那个分界线的 来蓬来玩它有好几个景点啊 有蓬莱阁 然后那边远处 远处啊 我拉近一点镜头 大家看 这个今天这个游泳的人还是挺多的啊 但是它这儿的沙子有一点不好 沙子有点太粗 远处 就是那个有一个塔楼的那儿 那是那个 这就是那边就是八仙过海景区 它的对面就是三仙山 传说是李世民还是谁呀 在这儿看到过海市圣楼啊 然后就修的这个八仙过海处嘛 八仙过海也只是一个也是一个传说 你看 然后这儿是八仙过海景区 对面呢就是三仙山 三仙山景区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是120 嗯 然后这个 这儿啊 这个八仙过海景区好像是80的门区 然后它的对面 大家看 这边就是蓬莱阁了 蓬莱阁 门票100 这几个景区都可以买连票啊 可以选连票来买 连票包括蓬莱阁 三仙山 还有这个八仙过海景区 还有那个海洋世界 它是有一个连票 嗯 这边是周一到周五的话 门票好像是半价 因为我今天听 这儿做民宿的一个大姐说 蓬莱阁 它周一到周五是半票啊 是50 大家看 远处这个岛啊 这个小岛就是黑山岛 从蓬莱这边可以坐船去那个 去哪儿呀 去长岛 它这儿的沙子 就是有沙滩的沙子就有点太粗 没有那个烟台那边 沙子戏 海水相对来说 也没有烟台干净 我觉得它这儿的海水 还没有龙口海水干净呢 这也是一个旅游小城市 它的城建 那它的城市 那个街道还是挺干净整洁的 前边那个位置啊 那是一个游艇码头售票处 坐游艇 可以在这儿坐船去玩 然后我们刚才问了一下 不是在这个售票处那儿问的 是在那个蓬莱 蓬莱阁下边的那个山下边问的 刚开始问的时候是 我们是几口人啊 我们五口人 他说是收四百块钱 后来说五口人收三百块钱 然后后来又说五口人收二百块钱 所以他这个 这个售票处这儿的价格 肯定是稳定的啊 但是他也有好多 这个自己有游艇的 然后在这儿喊 你坐游艇吗 坐船吗 然后他就这样喊 他那个价格 您可以跟他看看价啊 你看那边又回来了一个船啊 这边海上船还挺多的 蓬莱仙境真的不会是蓬莱仙境啊 如果往前边走一点的话啊 就是那个蓬莱 那个八仙过海的那个景区那边 有好多好多的海鸥 这儿海鸥特别多 在龙口那边我就没怎么见过海鸥 他这儿的海鸥非常非常的多啊 因为我们今天时间原因啊 我们就不上那边去了 因为中午来的太热了 没往那边走 这会儿呢又该回龙口了 所以啊 我们就不往那边去了 不去看海鸥了 就是有点遗憾 如果您来蓬莱啊 也可以 如果您来蓬莱的话 想去这些景点的话 尽量还是周一到周五去吧 周一到周五 蓬莱阁是半价 其他的景点应该也是半价 包括咱们去长岛啊 去长岛 那么九丈崖呀 还有这个月崖湾还是月亮湾呀 那边都是周一到周五是半价 给大家环视一周就结束了这个视频啊 我们每年夏天都会来山东住上一段时间 暑假嘛都会来山东住 像那个蓬莱阁和那个八仙 八仙过海景区三千山 前年的时候我就去过了 所以今年来了 我们也就不去景点里边了 就给大 就在这海边上转一转 就在海边转一转就回去了 老去这景点 你每年都去的话就没意思了啊 远处 就是那个带尖的一个建筑啊 那个就是拍西湖市首富的那个酒店 啊 今年这个 今天这个蓬莱这个海边上 游泳的人还是挺多的啊 多的像下饺子一样 去年我们夏天来这玩就没什么人 因为去年口罩原因啊 今年我看了山东 整个山东没有什么口罩原因了 所以这人呀也多了 出来旅游的人也多了 那好了 这个视频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了 咱们下个视频见了朋友们 给大家环视一周 蓬莱的物价也挺便宜的啊 我们今天吃了一个蓬莱的小面 蓬莱小面是当地的那个特色小吃 挺好吃的 而且价格也不也相当便宜 才四块钱一万 就是那个扇贝鲁的